Hello, 大家好, 你看到桌面, 又是我放了很多东西 今集就不是讲摄影, 讲讲其他东西 因为家人就买了Apple的一些玩具, 即是苹果的玩具 那什么玩具, 大家看到了, 桌面就放了一部HomePod Mini HomePod Mini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它是一个智能的喇叭来的 那其实呢, 它之前就出了一部比较大一点的 那现在出了一部mini, 刚刚到的 那我就拿出来试了一日左右 那我一会儿就跟大家去分析一下 这部iPod Mini, 这个HomePod Mini 有什么特别之处, 或者它这个价钱, 它应该是740多元 值不值得买呢? 那这桌面呢, 你看到我这里也有对 就是传统的喇叭仔在这里 那我一会儿呢, 其实我开不了声试给大家 那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这些这样的喇叭 或者后面你见到我有一对喇叭 那其实播出来的音响效果有什么特别呢? 那它这个HomePod Mini, 其实我就开了 那我就不做开箱的东西了, 那些没什么意义的 那我最主要呢, 就开了出来 它这只, 嗯, 这样的智能喇叭呢 就很小的, 那但是呢, 它 我都不, 我都不讲着给大家听 那我一会儿呢, 就会试一试给大家 去听一下那些声音怎么样, 还有它有什么智能的东西 那这只喇叭呢, 我未试之前呢, 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呢, 它跟着什么配件 那开了盒子之后呢, 它没有特别东西的 那有些说明书, 那还有呢, 有一条USB线 那这条USB线呢, 就都挺长的 那但是呢, 这里呢, 就固定了, 就拔不出来的 其实呢, 我就以为呢, 它这条线呢, 就可以拔了它 是充电的了, 那原来呢, 它是不可以充电的 就一定要插着电, 才可以, 嗯, 着到的 那它, 跟着什么火牛给我们呢 这里呢, 它有个原装火牛, 那就很重身下的 那应该就是, 我看这个里面呢, 它里面呢, 就标示着呢 就是它, 如果是5W的呢, 那就是3, 应该是3A 3A, 那那个供电量呢, 就很强下的 那通常呢, 我们的手机呢, 就2A左右的, 或者1A的 那它就要给3A, 它, 因为它可能是一个喇叭会 它会, 耗电量会大一点, 那而它这一边呢, 就是一个 呃, USB Type-C 的插头, 这样插回去 那就可以呢, 就直接插了去, 你的插桑里 那就长着这个喇叭的, 那我估计它 它不设计, 就是所谓叫做充电的模式呢, 应该呢, 它是为了它 长时间呢, 摆在那里呢, 去做一个stand by 就是说, 随时可以叫它做事啊, 或者去 它尝试可以播音乐啊, 那这样, 那所以呢, 如果它是 内置电子的呢, 可能它两三个钟头呢, 就很快用完 那所以去设计呢, 就, 嗯, 呃, 都要继续电线呢, 就 长时间点着它, 那还有呢, 它, 我就不知 会不会有一个可能呢, 就是说, 它也都希望你们呢, 就放定了一个在那里, 或者你买多几只在那里, 固定了在那里, 就不想你呢, 就, 拿着一只呢, 就, 整屋可以用到啊 OK, 这只喇叭呢, 我就, 插了电的了, 那我先放在那里 那它, 通常呢, 它, 在设定方面呢, 就, 呃, 你设定了一次呢, 那你假设呢, 就拔了插梳啦, 或者拿到另一个位置呢, 那它插了下去呢, 就应该大约是, 呃, 一分钟左右啦, 它就自动将你连回你 家里面的网络, 即是类似WiFi那些东西呢, 那那连了之后呢, 它就可以, 就是功能的啦, 那, 呃, 呃, 我首先呢, 就 就讲一下它这个喇叭啦, 因为大家可能上去, 它平哥的网站呢, 都有介绍这个喇叭, 有些什么特别的地方, 那其实呢, 它最主要的 卖点呢, 就是那个声音效果, 那那声音效果, 出来的那个会怎样呢, 一会儿呢, 我就播给大家听下, 那而它里面呢, 最主要呢, 就是说 它那个喇叭呢, 就是那个扬声器呢, 是设计上呢, 就很优胜下, 因为它是用了, 所谓叫做泰金属的磁场, 就是那个磁, 因为通常呢, 一只这样的扬声器, 这只喇叭呢, 它有一个震膜呢, 和有一个磁场, 就是一个金属的磁场, 在那里的, 那个磁呢, 它做到那个能量很强的, 和呢, 它那个喇叭盘, 即是喇叭的纸膜那里, 或者是膠膜呢, 它有一个线圈呢, 就刚刚就被那个磁环, 就套住了的, 那它做那个位置呢, 那个所谓叫长冲程呢, 那个长冲程的意思呢, 就是说, 当你有一个电流, 很大的电流, 推动它的时候呢, 它那个震膜呢, 退前退后呢, 即是说, 动的时候, 有声音出的时候呢, 这样震的时候呢, 它那个冲的长度呢, 即是说, 距离是可以拉得很阔的, 令到它的能量呢, 就可以推到那个喇叭呢, 就会有很强力的低频在那里, 那通常呢, 我们要听一些音乐的低频呢, 一定呢, 那个震膜呢, 就要有很强力的推动力的, 那通常呢, 高音就没有了, 那些高音的喇叭呢, 通常呢, 就是一块金属膜, 或者是一块, 即是胶膜来的, 那小小振幅呢, 它就做到一个高音效果, 但是低频呢, 它一定呢, 就是一个, 动态才可以推到那些空气, 才做到一个低频的, 那所以它是标榜它这个, 扬声器里面的设计呢, 就, 它说很漂亮, 那还有呢, 它在喇叭呢, 因为它的喇叭是向下, 出声的, 那就是这样散开的, 那它旁边呢, 两边呢, 就设计呢, 有一对震膜呢, 就令到呢, 就加大了那个低频在那里, 好了, 那, 除了这个东西呢, 就, 它主要功能呢, 除了发声之外呢, 它也都有一个所谓叫做智能的效果啦, 什么叫智能效果呢, 就是说, 当我们连了线之后, 它就可以配合手机的功能呢, 就做某一些东西呢, 包括些什么呢, 那, 简单的东西呢, 就是控制大小声啊, 播歌啊, 转下首歌啊, 或者停了它啊, 那, 可以呢, 即时呢, 就叫这只喇叭呢, 就做这些功能, 那, 除了这一样东西呢, 它现在呢, 在Apple, 在Apple Store里面呢, 大家都见到呢, 那, 它有一个叫做, 因为它的, 因为它的, 因为苹果手机呢, 它里面有个Apps呢, 就是叫做HomeKit, 那HomeKit呢, 就用来什么用呢, 那, 那它因为现在呢, 很多周边的公司呢, 就设计了一些这样的智能的家居的 device, 就是说, 一些设备, 那包括了些什么呢, 是一些声控的, 遥控的东西呢, 就是控制, 呃, 譬如好像你家里, 有一盆灯的, 那这盆灯呢, 可以较光暗啦, 或者去变颜色啦, 或者呢, 有一些家里的防盗系统啦, 或者, 控制一些, 呃, 好像什么时候开冷气啊, 或者需要开暖炉啊, 那它都可以做到的, 最主要就是你要买回你里面的配件, 那么就联系了你, 这只手机, 那么联系了之后呢, 它也都可以呢, 用声控的模式呢, 通知这一只这样的, 呃, 就去做一些事情, 那么一会呢, 因为我现在呢, 就没有一些HomeKit的东西在那里, 那么最主要呢, 我就是, 呃, 告诉大家听, 它的买点, 就是一个声音, 就是说发声的那个, 效能, 和一个小小, 所谓叫做智能的遥控而已, 其实大家都看到, 我桌面有这样的, 就是用木造的喇叭箱, 那么其实呢, 它有个, 里面也有个扬声器在这里, 那么这对喇叭呢, 我就买了都很久了, 买了, 买了整十年了, 那么, 这对喇叭, 要来什么用呢, 其实呢, 就是摆在你的房子, 预算摆在你的房子, 那么, 有一条, 这样的柱, 就动在那里, 就脚在那里, 离开这个, 离开这个平面, 将它升高, 就放在那里, 就做一个音场效果, 那么, 其实呢, 这些这样的喇叭, 传统的喇叭, 它里面, 就没有内置抗音器的, 那么, 它就要配合一些这样的, 这些这样的抗音器, 那么, 就插一只火牛, 就外置火牛, 就可以控制它这个大小声, 那么, 其实, 这些这样的系统呢, 已经是outday了, 就是, 差不多可以淘汰, 那么, 虽然它的声音呢, 都挺漂亮的, 那么, 但是呢, 我就试过了, 似乎呢, 这只, HomePod mini的声音呢, 它出来的效果呢, 还优胜过这一对喇叭, 那么, 虽然呢, 它是单声道, 这只喇叭是单声道, 那么, 如果你配合两只, 因为它可以买两只, 三只,四只, 那么, 譬如你三间房, 每一间房, 每一间房放一只在这里, 那么, 厅放一只在这里, 或者你的厅那里, 电视机前面呢, 就放一对喇叭在那里, 它就做到一个立体声的效果出来, 那就, 令到整个, 呃, 所谓叫Siri, 那么, 就可以控制它做些什么, 其实是一模一样, 那么, 现在呢, 就不是靠手机, 我关掉手机, 那么, 就直接呢, 因为我已经是设定了, 连续了手机的东西, 那么, 现在呢, 它就直接, 就连了我家, 我的WiFi, 就在上网, 所谓叫做, 那么, 那我就叫声它, 喂, Siri, 外面气温多少度? 现在外面是17度, 喂, Siri, 可不可以大声一点? OK, 那, 大家都看到, 听到, 那么, 它上面呢, 有一支彩色灯在那里, 那么, 就, 我用一些声控的东西, 叫它做些东西, 那么, 它即时已经做到, 给我去参考了, 那么, 其实, 除了这一样东西呢, 它, 顶那里呢, 就有两个案件, 那么, 就一个大声, 就是, 副的符号, 一个家的符号, 那么, 就给你呢, 直接呢, 就控制大小声的, 好, 除了这些呢, 它也有一个感应, 就是说, 我们按多少次呢, 它跟我们做一些功能的东西, 比如我按两下, 或者是, 呃, 跳下一首歌的, 那么, 我就可以直接在这里做, 或者, 我通知它呢, 就可以, 呃, 呃, 和我们播下一首歌, 好, 我们说了这么久, 那我们不如呢, 就试试开声播给大家听下,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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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呢, 我这套片呢, 我一早已经是拍好了, 就是整集已经完了, 因为呢, 我就开那个, Juice, 和那个, Move, 或者是那个, Spotify, 那个APP, 播歌, 怎么不知呢, 我就弄好了之后呢, 就放上YouTube, 原来呢, 版权的问题呢, 就不可以播那些歌, 那么, 我今次呢, 就再拍多一点点, 就剪辑下去, 那么, 那我今次就找了一些版权呢, 就是免费的, 那么, 就可以播给大家听下, OK, 首先, 你们看到, 现在我手机那个界面, 那么, 我开了的APP, 那么, 我就按一按这里, 那么, 你看到的画面里面呢, 就可以, 在iPhone上播音乐, 或者呢, 你见到有个睡房, 是吧, 那么, 那么, 我们就锻了它,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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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上呢, 这支音乐呢, 我就在YouTube那里, 就拿下来的, 那么, 它的版权呢, 就是可以开放给我们, 去试声的, 那么, 我现在试一试的, 就叫它开大声一点点, 喂, Siri, 麻烦开大声一点点, 他做了, 喂, Siri, 麻烦再开大声一点, 喂, Siri, 麻烦再开大声一点, 它就越整越大声, 那么, 现在, 你看到画面, 应该是70%左右, 喂, Siri, 麻烦开到最大声, 好大声的, 你肯定? 肯定的, 麻烦, 好大声, 好大声, 好, 我按小句, 来先, 你们大家都听到, 那么, 我暂停了这个音乐先, 那么, 大家都听到, 它出来的声响, 和音频, 都, 挺广阔的, 那么, 在这里, 因为, 始终, 这些音乐, 我们拿下来的音乐, 大部分, 都是MP3, 来的, 那么, 那个, 所谓叫做, 它的解像, 那声音的解像, 就不是很漂亮, 那么, 那么, 因为, 我就, 拍好了那套片, 我就, 已经是, 在我自己的电脑那里, 就, 做了一首歌, 那么, 那首歌, 就由CD, 就转为一个Wave, 就是无压缩的档案, 那么, 那么, 怎么知道, 都是版权问题, 就不可以这么做, 那么, 我亦都可以告诉大家, 它MP3, 在这里播出来, 跟我自己, 录制一些, 无损的音乐, 那么, 它播出来的分别, 如何呢? 是差很远, 识时话, 它, 无损音乐, 就在高频, 和中音, 和低频, 都出得很广阔, 很漂亮, 那么, 都很细致, 那么, 我又再试多一首歌, 给大家听一下, 就是有人声的, 好, 现在呢, 就播手呢, 就有人唱的歌, 给大家听一下, 它那个人声的中音, 出来的效果, 怎样? 现在呢, 应该, 可能我开到很大声, 我小声点先, 现在的声音呢, 人声方面, 这个中频, 这个中音呢, 都几, OK的, 那么, 我试试开到最大声, 喂, Siri, 麻烦你开到最大声, 好大声的哦, 你肯定? 肯定的, 麻烦你, 我拿过它, 现在呢, 这首歌呢, 就最大声的了, 或者我小声点, 其实呢, 我刚才都说过了, 可以令到这只喇叭的低频, 就更加去广阔一些, 或者扩展一些, 去怎样去做呢? 因为现在呢, 我们这样, 是离开了桌面呢, 那个低频, 去出不了你, 那我就试一试给大家听一下, 那我拿开这个喇叭箱先, 那我试试开大声一点, 现在应该是最大声的了, 那我试一试, 就放回到桌面, 拿起它, 我试一试, 那个低频弱了, 那我放回到这里, 子录音乐。 大家都听到了, 其实呢, 每个app, 那些播放音乐的app, 其实可以呢, 她跟你叫她播下一首歌, 我试一试, 喂,Siri, 麻煩你播一下一首歌 Hello 我是阿黎 原來這個音樂就在我那裡 麻煩你停住 喂 Siri 麻煩你停住它 現在為什麼會見不到我在這裡呢 其實我走了去很遠的地方 就是走了窗門 離開這個智能喇叭 就差不多有十幾呎 我試一下 因為它標榜 就是說它靈敏度 就是收我們聲音的靈敏度 就很靈敏一下 我試一下叫一叫它 喂 Siri 今天天氣怎樣呢 現在晴朗氣溫十七度 由下午開始將會有陰天多雲 今晚半夜氣溫會由十七度跌到十三度 大家都聽到了 我們離開 因為我試過它離開很遠 都可以收到我們的聲音 我在手機試過有幾個APP 可以直接把音樂傳送到喇叭裡 包括了Move和Spotify 其中有一個大家都可能用開的Jules 它那個APP開出來之後 它需要在你的手機 即控制中心那裡 再選擇 播出去這隻喇叭裡 這樣就多了一個程序 但是其他那些就可以 當你開了APP之後 直接在那裡有一個按鈕 你一按就可以選擇 射到哪一隻喇叭裡播放出來 好了 在這裡大家都知道 這隻喇叭 除了我們可以用聲控的模式 叫它做一些東西 叫它轉手第二首歌 或者大小聲之外 其實我之前都說了 它可以連繫了一些HomeKit 做家庭的設備 即是你的設備 OK 我先關掉手機的錄影 好了 我就繼續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這隻這麼小的喇叭 和這些音箱 大家分享一下 怎樣用一架普通的 我碰不到這個按鈕 其實它這個喇叭這麼小的 和我現在手上這些 所謂都差不多大小的 傳統的喇叭出來 怎樣呢 其實這個喇叭 已經是所謂叫做 應該可以淘汰了 因為它做不到這樣的低頻出來 因為它這些喇叭 沒有一個所謂叫做氣槽 就靠一個箱裡面的空間 做一個低頻 發一些聲響出來 所以出來的效果就不是這麼漂亮 還有它這隻喇叭 全音域那裡 就未必做到高音這麼漂亮 好了 除了它這樣比較之外 它這隻喇叭 如果跟我後面這些所謂叫做 所謂叫做 就是在Studio 就是在錄音室 那些用的喇叭 有什麼分別呢 都幾大分別的 雖然你在這裡聽到 它這隻喇叭 就出來的那個低頻 都幾震撼一下 但是呢 我們用這些這樣的喇叭 我們就是配合一些 Mixer 和我們連了一個 鋼琴在這裡 那出來呢 當我們玩這個低音的時候 按這個按鍵的時候 它那個承載力 這些喇叭就很強勁的 因為它那個喇叭盤 好像這個 應該是五吋的喇叭盤 它又是所謂叫做 長沖程 它受到那個低頻 衝出來那一下 它就不會有拆聲的 而且氣勢很強 還有它有獨立的高音在這裡 就是兩回事 所以它再配合了 有兩個氣孔在這裡 就出來的效果 都沒得比的 這些是優勝很多的 所以你說用這隻 這麼小的喇叭來講 它出到它現在這樣的特色 都可以接受的了 講到這裡 大家都知道這隻這樣的喇叭 就七百多元值不值 你自己判斷 那麼它有黑色 有白色 那麼除了去玩它的聲音之外 它就在聲控方面 或者你將來有機會 加上一些手機 HomeKit那些東西 就控制遙控裡面 室內的燈光 或者控制開關 或者一些防盜的功能 它都做到的 當你鍵盤或者有些震盪 或者你的窗門有些震盪的時候 你的手機就會通知你 或者響了某一樣東西 或者即時亮了燈 這樣就可以配合到這些東西 都幾特別 和都幾方便 還有我上網它的Apple Store 都有這些HomeKit的配件賣 好像一個防盜 放在窗門裡 它都是圍起一百幾十元 但是它就要買一個控制器 才能控制到這些東西 加上幾百元就可以耗 可以控制到你裡面的燈光 變顏色 或者你有沒有一些震盪 或者有人叫門 或者撞門 或者叫玻璃 你知道即時可以控制到 你的手機就通知你了 好了 試到這裡差不多了 大家可以上網看看 有些甚麼可以留言給我 如果未訂閱我的朋友 最緊要訂閱和分享這個頻道給大家 好,遲些再見,拜拜